大家好,我叫陈冬冬,来自腾讯TG数据平台部 然后下面由我和我的同事陈林鹏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腾讯在基于KIPAi4混布上的一些实践 今天我们演讲的主题称为 基于Cobiniti的全场景在线理性混布 这是今天演讲的主要内容 随着数据量的增大,数据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 但是数据成本问题越来越突出 这时我们就会考虑如何给大数据寻找更多的资源 大数据的特点是非实验敏感 而且它具有一定的容错性 它的运行时间短,大部分时间是在5分钟以内 它的资源规格少 而结合在线资源利用率低的特点 它具有典型的潮汐现象 这时我们就会考虑 可以让大数据这种利用大数据这种碎片资源 来填充离线作业的空前资源 而且这种也是非常契合的 但是混布不仅仅是简单的把在线和离线混布在一起 这是一个从多方面 需要从多方面来进行考虑 比如说如何保证在线作业的服务质量 我们需要底层内核的支持 也需要上层干扰检测的支持 所以说这是一个从底层到上层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解决方案 基于此我们开发了Keras在线离线混布系统 Keras它是通过KipaS的Gaming Set 部署在每个节点上 Keras内部集成了一些混布相关的组件 比如说干扰检测或资源隔离以及资源画像等 每个Keras之间没有任何的依赖 Keras不需要外部的依赖 便可以计算该节点的离线可用字眼 并上报告对应的Master组件 而且这种设计也是非常简洁 因为我们的调度器为了贴合离线的高并发性 所以我们增加了自然的高性能调度器 同时为了维持在线KipaS原生的道具 我们是通过一个协调器来进行统一的 做出统一的调度策略 在Keras研发之初 我们也制定了几个原则 首先是不改变离线用户的 应用的提交方式 这对于用户来说 对于用户使用这种空前资源来说 都是透明的 另外也不需要对在线作业有依赖性 比如说需要在线作业暴露一些实验指标 或是需要在线作业是无状态服务的 另外整个架构都是采用松武和扩展的架构 大部分组件都是以插件化的方式形成的 都是以插件化的方式 同时我们也对整个恐怖过程中 我们要保证对Keras的领入心 所有的相关功能都是通过旁入的方式来 通过旁入的方式来实现 也便于兼容不同的版本 因为我们是基于Keras的恐怖 所以说我们就会考虑 如果说我们的作业 离线作业或在线作业跑在非Keras上 这部分资源是如何兼容起来的 比如说我们如何 如果说我们的在线作业运行在 不是运行在Keras上 那它的空前资源如何暴露出来 如果说另外 如果说有些离线作业本身是跑在压上 那它如何服用Keras上空前资源 针对此问题 我们提出了一个全场景的概念 对于大部分的作业来说 现在都已经运行在非Keras上 但是还有一份相当大的存量是运行在非Keras上 比如说这部分作业要么还未来的几种计划 或者说不适合容器化 比如存储类的服务 但是这部分作业还有相当 这部分资源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存量 所以说我们也要充分利用起来 而对于离线来说 就是我们可以兼容任何的Keras离线作业 但是对于大数据来说 其实现在占很大比例的大数据 还是运行在Hadoop生态 所以说我们这部分也做了兼容 对于可以让Hadoop生态上的大数据作业 透明的使用Keras上的空前资源 如果说原来的一线作业已经运行的Keras上 那就对于用户来说 就无需做任何的修改 因为混布是使用的在线作业的空前资源 就是说我们首先要保证在线作业如何不受影响 所以我们会我们是通过资源隔离和干扰检测 两个相互配合来进行对在线作业来进行全换位的保护 资源隔离分为静态隔离和动态隔离 静态隔离一般是用户通过一个历史经验 给离线资源设置一个固定值 但是这个固定值如果设置的过小的话 那会造成空前 那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利用率也就不到提升 如果配置的过大的话 那会对在线资源的波峰时会产生一些干扰 但另外一个原因是 就是在线本身也是在不断的升级过程中 它的资源也是变化的 所以说当在线资源变化的时候 这个固定值也要跟随的变化 就是说基于这些原因 我们需要一种动态隔离方式 根据预测在线的资源使用 根据在线的资源画像来动态的对离线 做一些资源隔离 而在线资源画像除了动态隔离资源之外 我们还动态的实时上报 该节点的离线可用资源 对于KPi来说 我们是通过Exing Resource来进行上报的 也就于Hadoop生态下的离线大数据作业来说 我们是通过NM上报给ResourceManager 除了在线资源画像 我们还可以对离线做资源画像 离线做资源画像 离线资源画像 可以跟调度器相结合 比如说根据选择一个合适 根据节点的未来一段时间的资源使用趋势 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节点 保证离线作业调度的该节点上之后 可以在离线可用资源回收之前 离线作业可以正常结束 这对于离线作业的Exing Resource也是非常有用的 然而这些其实 然后需要 资源 如果这些隔离 这些资源 这些画像的 这些画像 可以正常公租的基础 是我们需要一个精准的资源预测 只有 只有精准的资源预测 它能更好地发挥资源隔离的优势 然而精准的资源预测 也可以进一步提升资源运用率 对此我们研究了 对比了不同的资源预测的算法 包括适用于长周期的 Prohibit和LTM 所谓长周期 就是预测将来一段时间 比如说一个小时或一天的数据 以及适合短周期的这些算法 比如说短周期就是比如说预测下一时刻 比如说下一一分钟或五分钟之内的 五分钟之内的一些算法 而对待overhead的方面 其实长周期相对来说消耗的overhead比较高 因为长周期需要更多的数据 需要更大的迭代次数 所以说它的计算还有实时时间开销 可能会更大一点 在稳定性方面 大部分的 其实大部分预测算法就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我们发现 AREMA这个算法 其实在我定性方面有些确实 它收敛性不是特别好 可能需要实时人为调整 它的预测 它的相关参数 K8S的POD QS 分为Garantee Busible和Best Effort的 Best Effort是没有资源请求的 这时大家都会考虑 是不是可以直接用Best Effort的资源 来服用空前资源 但是限于K8S本身的 C Group的C Group设计的机制 其实Best Effort作业只能复用部分空前资源 如内存 它只能复用这部分空前资源 但是这部分空前资源 它是用不到的 而Best Effort作业又是无限接收 无限接收的 所以说这就会产生一种矛盾的现象 在它可用的范围之内 它会尽量多的调度 零项作业 造成资源挤占 但是外部还有一些空前资源 所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需要通过修改 C Group的层次结构 来扩大它的 扩大混互资源池 因此我们就通过一种拦截的方式 来修改了POD的C Group目录 通过拦截的方式 可以无入侵K8S原生代码逻辑 也可以做到更好的兼容 最后修改的C Group目录结构 如这个图说是 所有的离线作业统一受 Offline目录管理 它不受K8S的管理 KRX会对Offline目录 进行实时的进行配置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的离线资源 就可以复用所有的空前资源 扩大了它 扩大了 扩大可以进一步提升 混互的效率 K8S原生的资源管理 它主要是关注CPU和内存 但对于混互来说 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一些磁盘IO 网络IO等 所以说我们增加了全维度的资源 资源管理 尽量多的来管理离线资源 减少对在线的干扰 这项隔离主要是通过内核 内核的C Group来实现 原生的内核 其实这些隔离机制都是 基本可以满足需求 但是如果想要一些更好的隔离方式 现有的内核 要么需要升级高版本内核 或者说本身内核不支持 比如说磁盘IO需要C Group VR支持 网络IO可能需要高版本内核中的EBPF支持 而我们Tencent OS 针对此问题专门增加 对各个资源 我就做了增强 比如说CPU我们增加一个白色调度类 可以高优可以完全抢占低优 但是有空闲资源的时候 可以直接服用该资源 通过对各个资源的维度增强 可以进一步对隔离性做进 可以也对隔离性做了进一步的增强 刚刚简算方面下面有我的同事 来给大家接着讲一下 前面提到使用C Group的资源隔离 和内核的QoS能力 可以用来保护在线作业的服务质量 那么采取这些措施以后 是否就不需要再担心在线服务的性能了呢 其实是未必的 因为由于他们运行在了同一个物理机上 而对于一些物理资源来说 我们目前还没有做到完全的隔离 比如这里提到的CPU Catch 内存带宽 还有共享的磁盘和网卡等 另一方面由于共享了内核 也会对一些内核的资源 有一些资源方面有一些竞争 所以除了资源隔离 在上一层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 在线服务质量的一个保护措施 首先通过资源的预留 我们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 在线服务对资源波动的一个需求 当然这是属于预防性的 同样我们还需要使用干扰检测 来做一个兜底的策略 在发生干扰的时候 如果通过我们的干扰检测 能够及时的做出响应 来驱逐一些干扰人 下面主要来介绍一下 我们是怎么来做干扰检测和处理 对于干扰检测 其实就是采集的指标和干扰算法的一个 检测算法的一个结合 通过数据的采集 我们能够获取到能够反映在线服务质量的一些指标 然后将这些指标作为数据的输入源 使用干扰检测的算法 判断在线服务是否已经发生了干扰 对于最好的数据员 当然肯定是业务自身暴露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延时啊 错误率啊 这类指标 我们开路斯也是支持 只能从监控系统当中去拉取这些指标 来进行一个异常的干扰的判断 但是能够接入的服务毕竟还是有限的 对此我们还做了更多的指标采集的方案 技术方案 目前开路斯主要实现的是 EBPF进行 使用EBPF来进行无路侵的 对一些相关指标的一些深度的采集 包括资源维度和应用维度 首先在资源维度上 我们对IO内存和CPU进行了相关指标的采集 通过对这些采集的指标来反映服务 在各个资源维度上的服务质量 例如对于IO来说 影响它的服务性能的通常发生在 它进行IO的系统调用时 我们可以通过EBPF来采集 IO相关的一些系统调用 拿到IO相关系统调用的一个延时数据 来作为判断IO服务质量的一个指标 对于内存来说 通常发生在内存紧张或者碎片的情况下 发生此类情况时内存申请 通常会进入一个内存的 物理内存的慢申请过程 在服务进程的上下文区 去做一些内存回收和内存整理的一些操作 这是比较耗时的 对此我们在内核里面增加了一个EBPF的互可点 用来感知这一类内存慢申请的一个事件 上面说的主要是各个资源维度上 微观的对各个服务质量的一个 对在线服务质量的一个衡量 对于现在的一些微服务来讲 如果能够拿到一些接口或者用户可感知的指标 肯定是更加全面和容易理解的 也是更加有效的 例如对于HTTP类的应答类的服务 业务方关心的肯定一般是 原来一个重要的指标 肯定是这个系统它接口处理的一个实验 对于这类服务 KELUS支持通过EBPF进行无感知的采集 它的实验指标 通过在内核的相关函数上进行买点 识别并记录请求在本地的一个处理实验 上报到用户用户态的组件 做一个数据的聚合 用户态的组件聚合拿到的计算结果 比如说能够拿到实验的一个TP99的指标 和它的一个QPS的数值 最终会把这些指标统一交给KELUS 做一个后续的干扰的一个算法的检测处理 当然这里需要在线服务提供一些配置信息 来辅助我们拿到这个指标 除了支持应答类的服务的指标采集 KELUS还支持了对服务的函数执行效率做一个采集 只要业务提供一个他们关心的一个关键函数 KELUS就可以通过 EBPF的U-PRO的呼喷机制 在函数的执行前后插入相关的执行点 相关的一个呼喷点 从而能够采集函数级别的一个处理实验 右侧可以看到是我们线上的一个 在使用函数采集的一个特性的一个服务 业务本身的采集的指标和我们EBPF采集的指标 它是在数据上是能够对应是一致的 有了这些指标数据之后 KELUS能够通过检测算法 最终判断节点上发生 节点上的在线服务是否发生了干扰 一旦发生检测到发生了干扰之后 我们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在线服务 例如我们会去调整理线可用的一个资源量 减少它的理线的可用资源量来降低干扰 或者是严重的话 我们会去KEL掉部分消耗资源偏多的一些任务 比如对于内存之类不可压缩的资源来讲 我们就是需要通过KEL理线服务来释放更多的资源 此外对于一些运行时间较长的任务 比如机器学习类的任务 KEL容器的代价通常是比较高的 此时我们还支持通过容器热迁移的方式 把一些机器学习类的这一类的任务 迁移到其他的节点上继续运行 而不需要浪费它之前已经跑的一些计算的过程 目前容器的迁移也已经做到了在常数级别的对任务的进行迁移 除了前面分享的几个解决混布实际问题的一个实践 在实际的资源利用力提升方面 我们还做了一些更多的一些事 这里再分享两个例子 比如在一些场景下 我们发现磁盘空间会成为我们混布利用力提升的一个瓶颈 一方面是因为节点提供的磁盘的剩余空间可能已经非常少了 而大数据类的服务又对磁盘空间有很大的依赖 为此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是通过挂载 通过动态挂载CFRBD的方式来扩展本地磁盘的一个容量大小 另外大数据框架也适配了RM Remote Service这样的服务技术 从而不需要依赖本地的一个磁盘 另一方面 对于KBS原生的调度器 无法满足大数据类应用的一个调度性能的需求 从而会导致资源的分配率就比较低 实际利用率也会有所影响 为此我们自研了一个高性能的调度器来满足大数据类服务的调度需求 该调度器还支持了Gun Scheduling等大数据类应用比较依赖的一个调度特性 目前Kalus在腾讯内部已经部署了超过3万个节点 平均的资源利用率提升大概的30%以上 为公司节省了上亿的成本 我们在不久之前也已经对Kalus进行了一个开源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同学可以一起加入空间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